哈喽大家好 我是KK 所以呢 这个视频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在网上面创业 网上面做生意的 一定要把它看完 因为呢 如果你错过的话 你会 错过100万的 特殊 因为很重要 所以今天在我们在网上做生意的时候呢 我常常会 遇到一些学生问我的问题就是 KK到底我们要用多少广告费 到底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 可是赚 只有赚一点点 最主要就是 你还没有了解 你的数字 所以你的数字是什么 一定要很了解 所以今天 你要知道两个东西就是 第一 Cost per result 第二 Crosing rate 这样子Crosing rate就是讲今天 人家来问你 你模糊 你的Crosing的概率是多少 第一就是 Cost per result Cost per result 的意思就是讲 今天 你花多少钱得到 一个Fashes 这两个东西很重要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给你做一个数学题 给你知道 这个数学题 你不要看他好像很辣的样子 其实很简单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和你分享 所以今天 假设你卖的产品 的卖价是200块 你的成本 是40块 所以今天我们打一个比方 今天你的Cost per result 一个是10块钱 就是讲 你今天得到一个Crosing rate 平均 10块钱 你自己的Crosing rate 是20% 就是你测试了没 每100个人进来 你会有一个 20个人给你购买 这样的话 你的那个成交率 就是20% 对呀 今天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有一个 100个Crosing rate 这样子 100个Crosing rate 就是我们要花多少钱 就是170块 所以我们花一个1000块 就可以得到一个100个人来问我们的东西 这个是你的Crosing rate 所以我们的Crosing rate 是多少% 20% 所以就代表这100个人来问 我可以成交20个人 就这样20个人买 所以你看 20个人买 我的产品是200块的 就代表4000块 我的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40吗 对不对 40成 20个人买 就代表800 所以我的利润就是 3200 所以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你问 你到底我要花多少广告费 其实我可以算出来的 你要问你自己的目标是多少 比如讲今天你的目标是一个 10千块的 销售 这样子你就可以大概的算出来 你可以利润多少 只要你把这 1个Crosing rate 第2个 Crosing rate 做不好 所以今天 你要算你的卖价 你的成本是多少 然后你的一个Crosing rate 是多少 你的Crosing rate多少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数学提了的 所以我们再打个比方 今天啊 如果啦 我们的这个Crosing rate 调高了 变高了 变高了 然后我们广告不好 变去50块 这样它对你的印象是什么 你看啦 如果它变成50块的话 就代表着我们要用5000块 来得到100个Meshes 所以呢 我们用5000块得到100个Meshes 如果我们卖20个啦 我们赚4000 可是我广告费就是5000块了 所以最后你是赚钱 所以为什么 要很了解 你的数字 所以你现在你的产品 你的数字是多少 你的成本是多少 你的卖价是多少 你的Crosing rate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懂这些东西 你乱乱去打广告 可能到时候都是推薦 因为你的产品的 卖价 或者是它的成本 或者是你的Crosing rate 这些不好 所以当有了这些数据过后呢 我们就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比如我们有一天 不赚钱了 我们就可以看 到底我们的哪一个数据 错了 是不是我们的Crosing rate 太低 或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Crosing rate 太高了 跟Mesh 进来要50块 这样子 如果Crosing rate 太高 我们就对正常用 就是在广告上面 是不是 设定有问题 是不是照很多问题 不是很安有问题 所以我希望这个 教学 帮助到你 然后呢 如果你想了解 很多网络影响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 Instagram box 你可以点击我们的 免费 医学吧 同时后呢 你也可以留言你的问题 我会一一解答 你们的问题 然后记得 分享和点赞 这个视频 给你的朋友知道 因为 他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对我们的团队 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让我们去做更多 更好的内容 给你们分享给大家 免费的 我们的鼓励是帮助 更多人 在网上面成功 所以我希望 可以帮助到你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